香Q好吃的麻糬 可別以為只有在花蓮才吃得到喔 高雄的這家手工麻糬做賣店在當地 名氣可是響叮噹的唷 講到麻糬 好吃的秘訣一定是皮很Q 內餡又多 那如果要能吃到好吃的麻糬 當然不得不介紹在高雄這家 很有名的麻糬店 今天也很榮幸可以請到老闆 要來跟我們介紹他們家的麻糬 有多好吃 歡迎董老闆 嗨 好有活力的老闆 你好你好 想要請教一下 你們的麻糬好吃的秘訣到底在哪裡 好吃的秘訣是我們都用那個米 要先浸泡三四個小時之後 把它那個米浸泡透心 再把它磨成米漿 再把它脫水脫乾到我們要的乾濕度 再用那個傳統的方式去把它吹 然後吹到熟了 所以早上是用冷工攪拌 我們現在是用攪拌機把它攪拌成 我們要的Q度 哇 一顆小小的麻糬竟然這麼費工 要這麼多大的手續 那今天我們可以吃到哪幾款 是最熱賣的商品 最熱賣的商品 我們有一個季節限定 每年就是台灣大湖產的草莓 就是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3月 我沒有吃過那個草莓的麻糬耶 好 那今天就請妳品嘗吃一顆 好 是哪一個 吃一顆草莓 對 很大顆 有沒有吃到草莓 吃到這樣甜甜的感覺 有沒有戀愛的感覺 有 戀愛的感覺是沒有 但看到老闆我好開心 因為老闆好可愛 那旁邊這邊是什麼啊 旁邊是用高雄大寮的紅豆 這個口感真的很特別耶 因為它外面的那個麻糬皮真的很Q 然後 人家都知道 那個草莓是比較酸的嘛 但是它的紅豆呢 是甜的 然後酸酸甜甜 我吃起來是真的那個口感很豐富 那除了這個草莓麻糬之外 還有什麼呢 我們的招牌就是 我說老闆你這是想嚇誰啊 裡頭包的紅豆多到滿出來 看起來也太可口了吧 好好吃喔 我覺得把它拿 就是咬了一口拿下來都好黏 又Q 又軟又Q 好香喔 裡面的內餡很香 很好 不是那種很死甜的 我覺得那個甜度剛好 又不會膩口 甜了又不膩 結果這個 跟說你們這邊還有一道是 只有你們才有的 對 創意的麻糬 對 是哪一塊 我們把整顆巧克力裡面有那個外層 是脆脆的 內餡是軟的 裡面再有一個堅果 堅果 對就是那個夏威夷果 蛤 你們有做巧克力的麻糬 有有有 然後裡面竟然這麼多層次 對對對 那我來咬一口 是這個嗎 對對對 嗯 有沒有很脆的感覺 嗯 好好玩喔 你看裡面那個 外層那個皮是很Q 可是我咬到夢見的時候 是會烤烤烤很脆 然後它剛剛的巧克力就有 一二三三層 老闆這個是也是你自己想出來的 對 這是 因為這配合目前的趨勢就是要創意 所以有想到這個巧克力大家都很喜歡吃 我就把它創意這個點子把它放進來 這真的很好吃 等一下我要多買幾個帶子喔 沒問題沒問題 棒買棒相送 真的 有機會跳來嘗嘗這邊的麻糬 真的很好玩 也跟外面都不一樣 然後呢 也今天很謝謝我們的董老闆幫我們介紹 謝謝 謝謝